好 實驗人 帶你關心 這個金華城弊案的 最新的司法消息 現在這個檢連這邊 是約談到了一位非常重要的被告 也就是都委會的執行秘書 少秀沛 他人現在正在連政署接受訊問 那預計會在稍後 大約四點半的時候 移送到北檢之外來復訊了 那為什麼會說他非常的重要 就是因為其實當時 我們可以從彭正生 他羈押的理由當中 看到了他的名字 因為彭正生當時是 時任的都委會的會議的主席 而這個少秀沛 他則是執行的秘書 也等於說如果彭正生 他有涉案的話 這個少秀沛這邊 可能也會有執行到一定的程度 所以現在檢連這邊 也是非常的積極地 來約談他到案 那其實現在檢方也非常擔心說 如果他在抗告之前 他們是沒有掌握到新市證的話 恐怕就會抗告失敗 那抗告失敗的話 對於基亞庭來說 他們是不得再抗告的 所以現在他們也是 非常的重要的關鍵 就是這個少秀沛 到底有沒有可以得到了 什麼新的案情 恐怕會成為這個檢方 抗告的新王牌 但是其實呢 雖然他是被這個北院這邊 說他疑似有畏罪潛逃的情況 不過稍早的時候 北市府也出面強調 他是並沒有畏罪潛逃的 而是有合法的向市府 來請假出國 一直到昨天才回到臺灣 而且他有傳賴告知 這個市府這邊說 他將會去主動接受 陣風出的調查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